这次基隆与开岛的庆祝仪式 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和大家分享沉船体验 深刻感受她的祖先在200多年前 勇敢地搭船渡海 来到台湾打拼的过程是多么辛苦 而深度认识基隆的故事 真的是不需此行 我深信每个人来到这里 感受是不需此行 我可以感受到我先前的人 先人来的那种感受 再加上我们现在可以再沉船 我们的感觉 成先起后是我们最需要的 这次基隆与开岛 主推登岛拍照新地标 及登岛看游轮全新双体验 官销处长郭继表示 今年基隆与特别新增 登上基隆与艺术地标 以中英文基隆与登岛的纪念文字 让旅客拍照作为登岛纪念 这次也邀请基隆与都舞团小朋友 来进行精彩的开岛表演 超厉害的 许多贵宾都是首度搭船来基隆与 大家亲身体验后都觉得来基隆 搭船出海登基隆与真的是必游行程 身心灵直接感受海洋的魅力 这样才算真的来过基隆 看基隆与呢 在基隆虽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很容易就看到台湾龙珠 但是最美的视角还是要来搭船 亲自来登上基隆与 那个才会是你最亲近基隆与的视角 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视角 所以欢迎大家4月1号开岛之后呢 都记得要预约来登记 来登上基隆与来旅游 那导游在一路上也告诉我们基隆的生态 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完整的 那继国际邮轮之后观光局办了活动 就是我们这回基隆与的活动 那我们很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认识基隆与 我们现在预估啊 今年整个年度大概会有达到5万人 来登基隆与的一个人次的 来这个欣赏基隆与的风光 那基隆与的风光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不陌生 但是我在这边也来跟提醒大家 因为它本身除了在上面呢 可看夕阳啊 看云海 而且呢 它也是很著名的基调场 所以它整个是 整个旅游的元素是相当的丰富 很适合亲子 也适合探险 所以有各种种层级的旅游的层次 以及呢 大家应该还知道就是 在整个基隆与还有很丰富的 像是海坎的奇景 就是有两个海浪 如同呢 是在对着基隆与 这样子两边的涌浪 那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奇景 也曾经有很多的空拍影片来介绍 所以基隆与的美呢 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大家来一起来登岛欣赏 台湾楼中 基隆与 欢迎来登岛 DADDY来哦 记者黄世轩 陈淑平 基隆报道